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晓飞 我们今天说一下美国正在研制的隐身炮弹 以及这种炮弹一旦成功的话 对中国现有的炮兵优势 威胁破坏到底有多大 最近美国公布一个消息 除了隐身飞机 隐身舰艇之外 美国人开始在炮弹身上动脑机 他们通过炮弹的气动外形的设计 争取在炮弹身上实现雷达隐身 那么这个事儿可能对中国现有的炮兵优势 真的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吧 过去我们怎么判断炮弹来袭 或者去寻找对方炮兵阵地的 一般上我们听声 听到声音呼啸声音 我们知道炮弹发来了 这个时候往往时间是来不及的 基本上对炮弹使得一番拦截 也是能去躲 或者我们派前官 前沿的观察员通过潜伏方式 进入敌人纵身 去看看对方的炮兵阵地在哪 一旦发现之后 利用这个无线电 通知后方某个炮兵阵地 敌人炮兵藏在哪个位置上 让我们炮火进行覆盖 当年香港引渡机构拍的电影 就是闪电行动 表现的也是这么一个拓战过程 再后来你看雷达出现之后 炮兵雷达就发挥很大的作用 当年南部边境作战的时候 中国曾经从英国引进了两部 辛巴达炮兵雷达 基本上对手炮弹只要一出塘 只要是在我数据库里有的炮弹类型 一出塘 很快几秒钟之后 雷达就能捕捉到飞行中的炮弹 然后我就可以测算出 对方的这个炮备在哪 现在你看更先进一点的话 像以色列 像美国甚至考虑 用他们的激光武器也好 包括类似他们的这种 像这个铁琼这样的导弹也好 直接把飞行中的炮弹去拦截下 你不管是找地方炮备也好 还是拦截飞行中的火箭炮炮弹 火箭炮炮弹也好 你前提就是你的雷达必须能够准确的 找到铁琼飞行中的炮弹 并且把轨迹准确的测算出来 然后进到武器攻击 但是如果对方炮弹变成隐身了会怎么样 首先你没法去发现对方的炮弹已经飞过来了 那么拦截基本谈不上 再有你过去很重要的通过弹道去测算对方炮兵阵地 这个你也做不到 甚至抽成什么结果呢 对方炮兵在开火之后 反正阵地不暴露 对方可以轻轻松松地进行火炮的撤收部署 打完一个地 打完之后 甚至也不用快速转换阵地了 我可以利用过去的阵地 我利用过去测好的参数 我们的参数继续射击 这样它造成效率精确性提高很多 对方优势拿到手了 那么这么算下来 是不是中国多年来奋斗的火力优势会突然丧失 因为中国这么多年分析下来 我们炮兵真的是有火力优势的 比如说当年我们上出口的这个PLZ45 你要知道这个炮的整个数字化水平 指挥自动化水平 在当时真的是世界前列 甚至比德国的PZH2000还要高一些 整个体系更完整一些的 包括我们现在新的各种远程火箭炮也好 各种火炮也好 打击精度射程的弹药种类 都开始获得了很多的优势 反而我们看看美国 美国现在炮兵这么多年了 一直使用M109A6 火箭炮来讲一直是它的HIMAS 加上一些个炮兵战术的导弹 那可能这个种类来讲 射程来讲美国优势不明显 甚至没有优势了 中国的火炮优势越来越强了 但如果美国开始玩这下怎么办 它的火箭弹衍生了怎么办 它的炮弹衍生了怎么办 那么其实呢 中国也不是没有办法去对付 你比如说 它的炮弹对雷达引申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红外手段 通过热成像仪 高零领度热成像仪 去观察飞行中的炮弹 那么它的炮弹在飞行中 有空气摩擦 是不是它的温度 会跟周围的背景 空气温度不一样 我们的热像仪 应该能够零点发现出来 再有一办法就是升学 其实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已经在尝试 用升学方法来判断 飞行中的弹药 从哪飞过来 你比如它反狙击手系统 那么国内 你像南京的十四所也好 包括一些其他地医院所也好 也做过了一些 我们都见过 在北京美联岛的 反恐装备展上 都见过这种东西 它是若干个识音装置 去探测炮弹 或者子弹飞行的声音 然后不同的探头 侧头的声音 去比对它的相位差 就要类似什么呢 类似我们拿着手机 去对天空上的GPS 这个卫星定位 我通过几颗星的信号 微弱差异 我来判断 我自己的位置在那 那么同样 它的测算就是 通过不同的麦克风 通过的识音器 来探测到的炮弹 导弹的飞行 声音不同 我来判断 这个炮弹或者导弹 或者这个子弹 它的具体位置在哪 然后把这个弹道 连续测算出来 一倒推 也许就能找到 对方这个炮弹 或者子弹的发射位置 这种反狙击手装置 用在炮弹上 也同样说过去 所以当我们用 多种手段 去探测的时候 包括比如说 我们的无人机 小型的隐身无人机 也可以伸展到 对方阵地上空 进行这种侦察 包括我们现在 大家也看到了 像这个 我们的长城11 快速发现的小卫星 也可能在整个区域 进行快速的 突出卫星 对这个地区 进行视频的广域侦察 然后给我们侦察 下一步的这种 精细的这种 侦察 带来一个很好的指引 所以呢 未来对付这些 隐身跑弹带的麻烦 确实是有麻烦 我们就必须考虑 使用卫星也好 无人机也好 红外系统也好 升学系统也好 把对方隐身 带来的优势 把它克服掉 毕竟一个手段 要想对付我 整个探测体系 是不可能的 你用单手段 来进行衍生 那就用体系来托你 好 关于美国的 衍生炮弹 和我们的应对手段 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